歡迎各位益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作入灣仔的一宗裝修事件 引起了很多人的捉鬼討論 非常吵吵 我們一起看看在連登上 有一個自稱勇武小隊 說不滿這些捉鬼風氣而退出抗爭 這個人的用戶名叫聖堂復仇騎士團 他怎麼說呢 他說運動初期 他們的行動都會有人扶應 或者開傘幫他們善口 以至他們全數人都可以功成身退 擇日再戰 到了11月的時候 頭七名的成員已經被捕 另外兩名至今下落不明 對於他們的小隊來說打擊甚重 當中不罰隊長和技術士 經過最近的捉鬼事件 越來越多 嚴重影響到小隊將來的行動 所以宣布餘下的成員將會退出抗爭 今天開始他們會著重物色和培訓新人 以維持小隊成立的初衷 但日後如果捉鬼依然嚴重 他們就會忍勢 當然這篇文章 我們就沽網聽之沽網信之 因為我們根本無法找到一個嚴正方法來核實 這個人真的是勇武小隊 但他所帶出來的討論 是有價值的 比如說這一篇的鐵文 竟然間有7800多個正評 負評只有130多個 即是說他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在年輕人當中 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捉鬼呢 我首先想到一件事 到底捉鬼的目的是什麼 是應該要非常清晰的 比如說在8月份的時候 在銅鑼灣有些人捉鬼 捉到一些什麼人 原來身上是帶有槍的 以及身上有一些很明顯的標示 那些擺明就是警察 後來警察自己也沒有否認 那個僑莊示威者 大家記得那件事 那些捉鬼 我又覺得沒問題 因為那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把那些扮鬼扮馬的 喬莊示威者捉了出來 使得其他真正的示威者 真正的手足不會被他拘捕 因為很明顯是他假扮示威者 去捉示威者 你捉這隻鬼出來 就是為了保障那些真正的手足 當然這件事是沒問題 但大家想回昨天那件事 裝修其實不僅僅只有那裡有 中環什麼都有 但為什麼唯獨是那裡鬧到這麼大件事 還要上商台那裡 又作出討論一番 是很奇怪 到底捉鬼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昨天是裝修那間 中資銀行 那捉什麼鬼呢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你這樣搞這些行動的話 就會引致警察腰斬了遊行 這個我又覺得是天真 為什麼這麼說 他要腰斬你 他有很多藉口 而且今天星多日報都登了出來 他們在遊行之前 回到警察總部那裡搞誓師大會 就要有一個大圍捕的策略 終於晚上就大圍捕 是又拘捕 不是又拘捕 無差別地拘捕那些人 那麼那次有什麼藉口呢 就說他們在叫囂和搗路 這樣的藉口都能說出來 他能說出來就可以了 不用大家信服的 所以就算昨天沒有這件事 他要腰斬你 一樣是找到其他的藉口 所以不要這麼 幾人憂天就說 覺得這些東西就會引致 腰斬的遊行 是多餘的 好了 我們又抽出來說 不要只是聚焦昨天那件事 只是說捉鬼的現象而已 如果捉錯鬼的話 隨時就累到那些手足是坐牢的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 捉錯鬼後 使得那些警察真的衝進來拘捕人的時候 但是那些人是沒有任何後果的 捉錯鬼的話就怕了 就走了 這些人不負責任 而且捉錯鬼不是沒試過的 正在昨晚銅鑼灣就已經有一宗了 那件事是甚麼事呢 有兩名的市民就被人懷疑是貶衣警察 其他圍觀的市民就起控了 要求這兩名的市民脫口罩 以及出示委任證 於是這兩名的男子 就把自己背包的行裝 全部倒在地上 被這些傢伙檢查 結果就發現了甚麼呢 有一個珠罪 一件白色的雨衣 一個N95的口罩 然後有一些生理鹽水 就是用來洗眼用的 那些催淚彈 當中了之後 還有一個銀包 還有一頂CAP帽 好了 只有這些物品 於是起控的那些傢伙就知道是壞了 最後就發現了不是便衣警員 其他的市民見葬 就連忙道歉 並且向其他市民帶叫 不要再捉鬼了 當然這兩名市民 被你這樣搞 最後就無奈離去 其中一名市民在走的時候就開探 上鏡頭 以後都不用出來遊行 你說會令這兩名市民多麼難堪 好地地被人這樣捉鬼 而且目的是什麼 我經常都說目的是什麼 要搞得非常清楚 不是見到隨便的人說 懷疑他是便衣 你就真的捉鬼 這些行為真的很無聊 依次又是 好了 就算被那些人捉鬼天師 在現場那裡 就算被你捉對鬼也好 好了 你捉到知道他真的是便衣 就被拖鐵了 那些人就會忽然間非常理性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知道那個真的是警察 或者就算他沒有出示委任證 他心裏面 覺得那個人是警察 懷疑著鐵 好了 那些人又不會再繼續有任何行動 首先如果他再繼續行動的話 他就恐慌自己干犯襲警 第二件事就是 他就知道不夠鬥了 別人是懷疑 你要自己走過去捉鬼捉一條毛嗎 於是又怎樣 有兩個情況出來 以前不是沒試過的 第一 就懵懵懵 放生 如果那隻鬼 是比較驚慌一些 就會覺得自己下單 然後就逃去 如果是大膽一些 馬上又會擒槍 甚至乎會拘捉人 那你說是否只有兩個下場 要不就被迫把他放生 要不就立刻拘捉人 話又說回頭 其實八月份那次銅鑼灣所謂捉鬼的事件 都不是由那些市民自己捉的 是有些人拍得到那些鏡頭出來 那些人在手中纏著綠色螢光還是什麼 裝鬼裝話 就在擒槍指著那些示威者 就被人知道他是鬼 因為他是露出狗腳 其實那次沒有人特意捉的 所以這種捉鬼心態其實都很值得人去深思 到底是否應該不停地做呢 另外想說回剛才下午四點鐘的 這個車天車地記者會 警察就開始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民陣當然就批評他們在銅鑼灣那裡是維捕 是屬於濫捕 我同意是濫捕的 因為這樣大包圍捉幾百人 你根本上無差別拘捕 當然你時候會有篩選 將記者或急救員放行 問題是你這樣捉本身已經是濫捕 記者也拘捕 這樣可以做嗎 你放行不代表你這樣大為捕去做 對的 好了這班警察就找藉口出來說 他們怎麼說呢 他說當時大部分聚集的人士已經離開 但現場有幾百人刻意返回現場倒路 期間還有人叫囂和擲硬物 警方多次警告無效之下就開始進行截停搜查 當然不是啦 你是在宜和街和波斯庫街兩邊的警察 一起衝出來包抄 警告什麼呢 你警告那些人怎麼會不走 這麼笨蛋站著被拘捕 都不合乎人性不合乎上理 你說出來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對不對 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這些藉口 低B 有人衝過來拘捕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退後走 那是很正常的 就不是像你這樣說 你經過多次警告都無效 才開始截停搜查 你包抄別人 走也沒得走 這樣可以撒謊 另外就到汪威信大警司 他就說不明白為什麼警察拘捕人之後 大家第一時間問那個委任證 大哥當然是問你的委任證 屯門警署一百米之外 就已經有人務警 即是搶了那一百二十一萬現金 不問你拿委任證 誰知道你是人還是鬼 誰知道你是警察還是務警 對不對 而且出事你的委任證 是你警察通例裡面 寫明是你要這樣做的 你不做你是自己破壞法治 然後你又賴市民破壞法治 對不對 他還怎麼說呢 這個汪大警司還說 大家是應該幫忙控制那些壞人 而不是要求看委任證 你都愚蠢 你就是壞人 很多市民都已經覺得 你警察就是壞人 你都多餘了 還要幫你去做事 你都整班煞 最無恥的都可以說是江永祥大警司 他就幫那些警察 拔掉許智峰眼罩 然後噴胡椒噴霧眼射 就辯駁了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當時那名男子只是許智峰 在過程當中拒絕離開 不離開不但還要不聽從他們的指示 過程當中曾經要求他回去行人路 這個已經說謊了 許智峰本身就已經站在行人路 看看片段 唉真是 他就說許智峰不合作 消極抵抗 繼續糾纏 同時曾經給過警告他 跟他說如果再不離開 就有可能使用胡椒噴霧進行驅散 他說當時這個人有戴眼罩 不知道是不是他恃著自己有戴眼罩 所以不是很害怕他們的胡椒噴劑 於是他同時拉開了眼罩 使用胡椒噴劑 令到驅散行動更加有效 你真是說謊 這樣你也說得出 怎會不怕你那些胡椒噴劑 只遮著眼睛有一條毛 是嗎 胡椒噴劑噴到面部 其他地方都會吐 你是不是瘋了 你還要扯開人家的眼罩 還說這樣為之更有效 你不如抹大他的口 噴到他的嘴巴 就打到整個喉嚨 直接瘋了 你都發電 這樣的藉口說得出 而且他驅散驅什麼 因為他本身就站在行人路上 而且只有他一個人站在 驅什麼 驅散驅散人群 驅散一個人 還說這樣的藉口 特意扯開人家的眼罩 這樣也有得兜 還有一個這麼白癡的藉口來兜 你當市民都是白癡 藍絲也不相信 你明明是虧粉 許智峯也說你是虧粉 因為你不妥 你不like他 你覺得他很討厭 那你就這樣做 你就承認 你做得出就不怕承認 這樣的藉口你都說得出 要扯掉他才有效 去驅散 這些人真的瘋了 要小心被人制裁 這樣的東西都說得出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